2019年央视春老开幕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本届春晚来了不少观众们熟知的流量明星 比如朱一龙、李一峰、张艺兴等人 但对于不出名的艺人来说 能上春晚其实是个很好刷脸的机会 之前就有很多人英春晚一夜成名 被万千观众熟悉 小编带大家来盘点一下 那些英春晚成名后的艺人 现在的发展是什么样的 起到了英春晚而红遍大江南北的明星 大家脑海中毕竟会浮现那句 我中文名叫小沈阳 英文名叫小沈阳 在2009年央视春晚上 小沈阳因小品不差钱成名 她的金剧曾动了全国的观众 不过如今的小沈阳事业重心更多的是放在影视作品上 她主演了很多的电影 包括2018年上映的电影《梦虫过江》 更是由小沈阳自导自演 虽然小沈阳演过很多的作品 可大多数都让人印象不深 大家提提她想到的还是她 当年的那个小品 可以说 小沈阳离开了春晚并没有一直红下去 这还是让人挺惋惜的 网友们希望小沈阳能早日摆脱大家心中的表达形象 带更多的影视作品给观众们 另外一个已经春晚走红的艺人 应该就是刘谦了 在2009年央视春晚中 刘谦因魔术魔手神才出名 她的这个节目 当年还获得了观众票选取益 其他人一等奖 可想而知 那一年的刘谦有多少观众们的欢迎 后来几年中 刘谦的魔术成了央视春晚的一大看点 原本刘谦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没想到后面因一些事情 她没在春晚中出现过 那时候有很多人传刘谦生活久迫的消息 网上还有她发胖的照片 但在2019年吃满菜排现场 观众惊喜的发现 刘谦也在其中 期待她再次能够惊艳观众吧 在2014年满年春晚舞台上 小彩奇化身世间使者 一直在台上偏偏骑 五 她几个小时没有停歇的旋转 引让小彩奇被大众熟知 当年的她 更是无数网友心目中的女神 小彩奇是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侄女 她也一度被认为 是杨丽萍在舞蹈方面的继承者 可有段时间小彩奇的志向却不在舞蹈上 她更想做一名演员 后来的小彩奇签约了经纪公司 成为胡歌 鼓励那扎等人的小师妹 不过她的演艺事业发展的并不好 于是 小彩奇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跳舞上 但小彩奇已经没有了当年上春晚后的人气了 她的发展应该是很多人当初想不到的吧 但生活是自己的 而且小彩奇还很年轻 希望她未来能越走越好 不过从照片来看 长大后的小彩奇越来越美了 春晚对不出名的艺人来说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挑战 不知道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中 又会是谁能够脱颖而出呢 未经许以大 named母亲